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他这次去一趟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他有这个宏愿呢 就是想要去欧洲取经 看看有没有可以对台湾有所帮助 比如说到英国去他一定要到海德公园去 看他们站在回照箱上各自的论难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经验 他到博物馆去他会去注意 当时候博物馆里面放的中国东西是什么 日本东西是什么 欧洲文化的精髓在哪里 他就在法国建文录里面写了一个摩纳哥的公园 那里面他就写了 他说余关摩纳哥公园其人民之寡 其初产之稀为 竟能治理其国家弱势 可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土地 没有一个民族不可以独立 做其民族没有自治的能力 如印度之大 或也千里 称为天府之国 徒工人家做殖民地罢了 其不可爱吗 就是他会把一个小小的摩纳哥 拿来跟一个非常大 而且被英国殖民的印度来做比较 其实在他日记里面做了很多比较 这也是他日记有趣的地方 再一次回到我们讲到了 文学带来的整个新媒体的感觉 你环球你是是你自己的事 但你如果环球了之后 你还写成日记 那就有记录了 你写成日记 还寄回来给报纸发表 你每到一个地方 就一落地 日记就款一款寄回台湾 然后报纸上就发表 这个就不但是你个人的旅行 而且是一次旅行的实况转播 这跟你去看一大堆百科全书 教科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去透过他的眼睛把这些事物带回来 这个规模跟状态 跟这种共识感 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 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1920年代的那个世代 台湾的民族运动者 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悲怨 一百年前的台湾在世界上非常孤立 但他们渴望打破这个孤立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远大的梦想 能够被世界所接纳 成为世界的一员 他用世界来扩充自己的梦想 所以台湾人开始做世界的梦 这个文化协会有一个花花 这个花花是金月水日下 第三段的后边 就是说希望最后 有原书名六位世界人 世界人类万万岁 台湾民有薪 台湾人要有一个政治的书名 这个书名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很高兴来做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世界的人 那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的运动 对到这个世界的共同要做一个人类 会面对到可能会有共同的问题 或是共同的处境 有一个人动感 那就是世界的人 那时候政府所以有这种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 现在我们来看也觉得很出名 尤其这个疫情 去年我们上那个口罩外交 那表现出这个 作为一个世界人类 一个贡献者的一个角色 即使是从今天来看 我们都会觉得非常惊人 这种高度的世界意识 就是说当时也还没有联合国 但是他们已经产生强烈的世界 他们要求获得世界 作为人类的成员的权利 跟世界跟人类一起 并肩起步一起往前进 能够贡献于这个世界 所以台湾其实跟世界 绝对没有断绝过 而是很早就开始接触 所以台湾人很知道 台湾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世界 你如果去看当时的一些日记跟文献 你很容易看到 比如说一个中学生说 我的兴趣是学声乐 我以后想要学声乐 我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声乐家 我要站上纽约或伦敦的舞台 你现在很难想象 你现在光是台北的一个学生这样讲 你都会觉得说 你家是除非很有钱 不然我不太相信你做得到 你很习惯就被匡限在这个世界 可是为什么不是呢 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为什么永远觉得我们是孤岛 而不是枢纽 对 那这个是日志时期 文学这群人 乃至于那整个时代 给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气魄 就是 当他们张开眼看到文明世界 看到外面世界很大的时候 他们想到 不只是说我落后于世界 而是我好想加入这个世界 让世界知道台湾是什么 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自我认同 或是对土地的认同 国家的认同 它是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阿公跟我感情很好 会跟我用故事的方式 讲他的生命经验 我可以知道八九十年前的人物的一些视角和观点 特别是在他们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 他们又经历了一段就是包含政权的转移 以及不同的一个文化的统治 台北大公席是我阿公跟我讲的 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 在基隆还有台北躲空席的故事 这件事其实影响我非常深 因为当我把这件事写成小学的作文 然后在班上就是朗读给大家的时候 我那时候发现大家是非常疏离 对这段历史完全不了解的 可是这件事的话其实到后来 包含台北大公席的游戏设计师影像团队 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 我觉得就是一个旧教育体制的一个断裂 或者是刻意的保留 那我觉得这件事的话 如果可以透过游戏的形式 那是一个可以影响年轻时代的一个媒介 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历史课啊地理课 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跟我无关 我觉得那个不认识 有些时候是从我的教育环境而来的问题 但是当我开始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认识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脑袋 跟这个岛屿的关系就是很薄弱 然后对啊 所以就开始移动啊 开始旅行啊 然后开始在各个城市工作 然后拉开这个岛屿 觉得很远的这个关系 就是你要用你的身体让它很近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想更认识台湾到底是什么 说真的我对台湾的认同跟认识 是真的是我们做读书会以后 才真的是越来越多 欢迎来到白灵国读书会 This is Ken 我是凯丽 今天我们要做的书是 第二部是罗妹 其实很 我一直觉得我很热爱这个图题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也不 我对什么台湾的历史啊地理啊 人文文化其实也没有很了解 我以前就是一个很会读书很会考试 可是你说我学到什么 就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一边读一边学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 让我更认识了台湾这片土地 让我对它的感情更加深厚 天公烟哪 爱酒来哪 目煮来白灰哪 我其实在创作音乐的过程里面 有很大一块是在做自己的母语创作 也就是课语 那我在一开始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我跟阿公阿嬷的这个情感连结 我觉得好像随着年纪增长 这个语言至于我已经渐渐淡化 然后甚至是我快要遗失这个语言了 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危机感或焦虑感当中 我下定决心想要重新的找回 学回这个语言 那最开始的起点是这样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试着把台湾的故事推上国际 让国外的乡民可以来讨论台湾 然后也让国外的媒体来报导台湾 其实外交是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一种行动 那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政府可以做 它是我们一般人 就是一般普通人 我们透过很多很小的行动 或是很小的一步 我们也可以为台湾发声 我们可以做到 让国际看见台湾这件事情 就像黑格尔说的 这里就有玫瑰花 就在这里跳舞吧 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创作 然后创造我们的文化 只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说故事 其实我们就是在丰富这个世界文化 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世界上被看见 就会成为这个世界进步的一股动力 我们是周先生与武者们 那我们今天会出现在这边 是因为一个计划叫做舞蹈旅行计划 但是既然我学了它跟我的文化有什么撞击 所以我用了这个曲子 但是也与我们文化相结合 那就是你自己所谓对于一个国际观的一种打开的方式 我们自己我觉得比较用心在做的 应该是让国际新闻全世界发生大事 但用台湾人的角度去解读 让大家觉得了解一下台湾其实不是鬼岛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国家有面临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挫折 然后我们想了解世界怎么看台湾 然后台湾在国际的定位是什么 那时候想到的反而是这个 对就是让台湾先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眼睛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才能找出我们自己未来要走的方向 我在音乐里面就放入很多这个沐浴的部分 那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并不会去设想说 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听也懂或者是它可以带到哪里去 到台湾各个地方演出 甚至也曾经去到美国或是就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那给我产生很大的一个感受跟回馈是 其实音乐它其实是真的不分语言 反倒是我们用母语在做创作的时候 一来它可以保留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那二来是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反而如果你拉到更大的视野 拉到国际的时候 别人没有的东西他就会觉得你这是有特色的 这件事情是我真的做自己的母语音乐做好几年之后深刻的感受 和平医院爆发SARS 2003年的时候台湾面临到了这个SARS大流行的挑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跟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给我们相关的病毒的简体 可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是这一次COVID-19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个自发自动的愿意配合 卫生措施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说到全世界大家的重视 任何好的防疫体系 没有好的人民是不可能成功的 也是因为台湾民主台湾自由 也是因为台湾人民慷慨善良 那愿意对国际社会来做出贡献 所以在美国很多人形容台湾为 A force for good 就是世界良善的力量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reliable friend and partner of Taiwan 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是挖着 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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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种不断地从失败当中学习的方式 当我们在面临很困难的时候 台湾人民并不会因此被打击 而反而是更坚强地站起来 那到2020的话 那时候的话是 台湾其实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 有一些外部的各种干扰的因素 那这件事其实也不是 我们这个世代就面对的 它是已经好几个世代 好几个十年都已经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的话 基本上当时的台湾引起防疫 做得非常成功 那我们希望把我们这样的经验 就选用纽约时报来做 我们告诉你台湾可以做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些世界性的问题 所以变成全世界共享这个急迫性 不管是我们做简讯十年制 做口罩 做疫苗等等 这个想法你一旦发表出来 你立刻就看到全世界很多城市 开始去想 这个台湾模式 他们要怎么样子去使用 所以因为这个共同的天涯若比铃的 共同的 urgency 再加上网际网路多项传输 透过人民跟人民 所以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 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你就有全世界的舞台 那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立自强 有台湾人民这样子的一个 要贡献社会 要参与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新意 那让更多的国家愿意认同台湾 甚至支持台湾 我希望我能够把台湾送上世界知识的地图 我希望向世界证明说我们台湾人半年来 或者是几百年来 在这块土地上奋斗的经验 事实上是对人类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台湾人是有意义的 但虽小但它却可以贡献人类的文明 让人类能够在阅读 跟学习台湾的历史经验的时候 体会到台湾人确实是属于人类文明的意愿 我们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所以我想这一切都回到 就像文学时代 当文学的这些前辈们 当他心怀世界 说要乐为世界人的时候 希望台湾跟世界的思想 知识文化的体系能够接轨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努力地做自己 从我们的生活土地出发 我相信我们所孕育出来的台湾文化 当它面向世界的时候 一定会有它最独特的面貌 一定是世界文化里面重要的一块拼图 也可以鼓舞世界其他地区的 还在为自由奋斗的人们 一百年前的文学 我也希望台湾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可是我觉得台湾社会 慢慢地展现出来的尊重普世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状态 我也很希望在一百年后 不只有台湾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自由民主法制 多元彼此尊重的想法 散播到全世界 特别是我们周遭的很多国家 他们更需要自由民主的荒量 来照亮他们 我们来到中国的大国 美国的华人 中国的支持 中国的共产党 包括一个国家 尊重的支持 中国的共产党 通过中国的共产党 中国的共产党 中国的共产党 在中国的共产党 中国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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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